回到新闻现场继续为您报道 已经争议长达三年多的苗栗厚龙科技园区开发案 在行政院宣布了特定农业区不应该开发的方向之后 今年第一次进行区域计划的审查 当地农民第十一度冒于北上陈情 希望这项开发案能够到此为止 而在场内也有不少的审查委员 认为开发案的问题很多 最后建议直接把案子送到大会处理 不管雨下得多大苗栗湾堡的农民 还是带着自己种的农作物 来到台北的营建署 苗栗县政府要把他们的特地农业区 拿来盖后龙科技园区 农民要大家看看 如果为了赚钱毁掉良田 那赚来的钱沾了酱油可以吃吗 农民更愤怒的是行政院长吴敦毅都已经公开表示 特定农业区不应开发 但苗栗县政府却置之不理 甚至向诈骗集团做假民调 要抢人民的土地 一直遭到农民强烈反对 苗栗县政府拿出新方案 把科技圆区原本快三百三十五公顷的面积 剔除绿洲灌溉区 减少了三存土地 他强调开发会带来两百零一亿的产值 不过这样的数字被质疑 缺乏科学证据 有委员甚至提出 如果农委会都已经表态 不同意开发特定农业区 那开发案应该驳回 最后多位区域计划委员 表达不支持的态度 认为苗栗县政府无法回应争议问题 因此决定直接将案子送交大会 预估被驳回的可能性大增 而学者指出 面对粮食危机 台湾能不能把优良农田保住抢救农业 万宝的案子 正是检验政府最关键的指标 记者林金梅朋友组台北报道